現代人他們食物養分都很夠 但是就是容易過量 而且你往往沒辦法辨別說 你吃的東西比例對不對 或者是你該攝取的養分夠不夠 常常都會有粉絲問說 欸 秀哥請問一下 我要怎麼去吃 然後我要怎麼選擇份量 我就設計一個餐盤 那用我推薦的一個比例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欸 我用這樣子的比例 我可以夾多少的菜在菜那格 我可以夾多少的肉在肉那格 然後我要大概裝好的飯在飯那格 那我還設計了一個Favorite 欸 你今天總會有一些NG的東西嘛 比如說你想要吃一點巧克力 比如說你想要吃一點 不太適合在減肥吃的東西 但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Favorite 一個小小的格子裡面 就知道說減肥的一個邏輯就是 你其實什麼東西都可以吃 但是好的東西你就多吃一點 那如果比較NG的食物呢 你就還是可以吃就適量的吃 簡單就是說你今天進來用餐的話 我只要豬菜水果裝滿了 肉類裝滿 骨類大概裝滿了 我裝滿了再放一個 我自己要的小甜點Desert 放上去我就不用再擔心什麼 就是我這一餐就是剛剛好 為什麼我們沒有選用木頭 而是用竹子的原因在於說 竹採的硬度也比較高 它竹子是個很環保的材料 它每年都會一直生長 你不需要播種 竹子生長速度非常快 那夢中竹的生長週期 你四年就可以採收使用 你竹子是走地下金 它不需要再播種 木頭是需要播種 即使生長最快的橡膠木 也要15年到20年才能砍伐使用 它會有一個比較足夠的深度 譬如說你去吃伺服產 它那個餐盤很淺 所以你只要有一點點水分 它很容易就從旁邊就溢出來 越深你要消費掉的耗餐就越多 然後雖然說做法上比較複雜 但最後我們還是有克服這個困難 一個產品的細緻度 就是工藝一道道疊上去 很多部分都必須靠手工去細修 這些細修的動作 其實是你可能看照片 或是遠遠看都一樣 但你在手摸起來 還有未來你在使用的耐用度上 你才會顯現出這個差異 所以說這個就是 一層一層堆疊上來的技術 假如說你今天拿到一個餐盤 它的工法做得很好 其實你手摸就會有感覺 我也希望這個東西做出來 它是有溫度的 你不會覺得它是一個很冷冷的東西 它是一個很溫暖的餐盤